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股市节目 今天我们来聊聊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 最近中国政策制定者推出了一系列刺激措施 旨在应对经济下行 特别是房地产市场的困境 虽然市场情绪有所回暖 CSI300指数大幅上升 但专家们对这些措施的有效性仍持保留态度 认为更深层次的改革或许才是持续增长的关键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目标 根据最新数据 2024年5%的增长目标似乎难以实现 零售销售仅增长3.4% 固定资产投资也不尽如人意 尽管人民银行已经启动了一些刺激措施 但专家们呼吁需要一个全面的财政刺激计划 以有效应对经济放缓的挑战 最后我们来看看香港股市的最新动态 经历了6天的连续上涨后 香港股市首次出现回调 恒生指数下跌1.8% 这一波涨势的终结让市场感到疲惫 尤其是科技指数的下滑 引发了对市场泡沫的担忧 虽然刺激措施暂时提振了投资者信心 但仍需谨慎面对中国经济的基本面问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南华早报报道 最近中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刺激措施 反映出对经济下滑的深切关注 尤其是在房地产市场和消费领域 然而尽管政策制定者表示 经济已超出短期痛苦的承受范围 但一些分析师对此持怀疑态度 摩根士丹利指出 虽然政策转变显著 但尚未达到需要大规模刺激的临界点 尽管市场情绪因这些措施而有所改善 股市一周内上涨25% 但分析师们认为 根本问题仍在于中国的经济结构 特别是过度投资和通缩压力 为了实现持久的经济复苏 政策制定者必须将重点转向刺激消费 以应对经济增长的短缺 南华早报进一步分析指出 若中国要实现2024年5%的增长目标 政府需要采取更积极的干预措施 尽管基础设施投资有潜力 但最新数据显示 消费增长乏力 固定资产投资同样疲软 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过去十年中逐渐放缓 专家一致认为 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当务之急 人民银行已采取了一系列降息措施 以稳定房地产市场 但在流动性陷阱中 中央银行的作用有限 政府必须采取更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 尽管财政风险加大 但中国的财政资源仍然相对充足 政府应尽快推出全面的刺激方案 以提升公众信心和经济活力 南华早报还报道了香港股市的动态 继连续6天上涨后 因中国刺激措施的市场狂热显现疲态 香港股市首次回落 恒生指数下跌1.8% 技术指标显示可能出现反转 尽管中国市场因假期关闭 但香港的科技股和房地产股普遍下跌 分析师提醒投资者 需对当前经济基本面保持清醒认识 与2015年市场泡沫破裂的情形相似 当前的经济基础依然脆弱 市场情绪的波动可能会影响未来的投资决策 南华早报报道 北京的大规模刺激计划为中国股市恢复了超过3万亿美元的市值 但并非所有投资者都能分享这一红利 零售巨头沃尔玛上个月以每股24.95美元的价格 出售了1.445亿股京东的美国上市股份 若再持有三周 将错过28亿美元的潜在收益 全球投资公司Process也在上周以每股51.40美元的价格 抛售了1450万股Trip.com 结果损失了2.25亿美元的潜在利润 百度、腾讯等企业也因为提前退出而错失了可观的收益 这些不幸的决策总共造成了超过33亿美元的损失 随着CSI300指数上涨27% 许多空投投资者遭受了69亿美元的市值损失 中国的刺激计划不仅迅速而且范围广泛 吸引了许多投资者重新进场 尽管市场仍面临经济增长 监管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紧张等风险 BCA研究指出 短期内经济表现疲弱可能会促使股市进一步上涨 因为这将引发市场对更多政策支持的期待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、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、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、学者、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.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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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